5月2日是黄子涛的25岁生日 而这一天他则在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出席自己的蜡像街幕里 身穿和蜡像一样红色格子衣服的黄子涛 趁看到蜡像的一刻竟然有想哭的感觉 黄子涛表示无论自己以后在不在 蜡像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历史 见证自己的时代 当有一天自己离开地球的时候 最后仍有一样东西可以留下 今天可是黄子涛你的生日 怎么可以说这些话呢 离开地球难道你要去火星吗 生日愿望希望工作完了能好好修一修 出去旅游游什么 现在就是想远离一下现代的城市 另外黄子涛的爸爸除了陪儿子 在香港出席蜡像活动之外 还亲自在社交网站上写了一篇长文 祝贺儿子生日快乐 看得出父子俩的关系非常亲密 没什么感动 我跟我爸天天私聊 聊了比那还煽情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就爸爸总说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私底下平常说了比那个还多 早前黄子涛在社交网站上抒发心情 看上去他对每天忙碌的生活 感觉有些喘不上气 想必现在已经调节好心态 可以努力迎接未来每一天的新工作和新生活了吧 我暂时不是特别想聊我工作 我一贴工作也两个字我烦了 魔方全媒香港报道 obstac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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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